两个礼拜前 跟这个建筑商对话 他们说国政不公平 因为Class F全部是投注 我的回答很简单 你看兵州 虽然是明年的州 所有的Class F也是投注 甚至首席部长承认 99%的小型发展在兵州 是交给投注 听到吗 甚至他也承认 JPS小型挖龙州 99.9%也是给投注 所以同志们 不要以为他们那么的玩 他整天是讲兵州卸州 我们要回答的是 你忘记你还有另外两个州 就是基达州 跟基达州 这位首席部长 只有做一点事情 就是好像农机生 当着刚梦知道的 一年给一百块 每一场不显国汉烟 喊到大阿生 因为我们连政行政好 我们有存下钱 我们给乐了一百块 哇很多人很不早 中央政府国阵卸助乐龄 卸助低收入的 是七年高达十亿 我们卸助贫穷的是 一个月三百块 挺好吗 他这是一百块一年 讲到全世界的人知道 都说都是哪些不早 二十一年 终于人们 都说是一句大阶 就算是一句大阶 都说是一句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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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是的 都说是一句大阶 这位就能够 你们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